玩完河船仔, 下船後, 我們就在布達佩斯留一晚 來到這裡, 要花點錢住這間酒店 Four Seasons的Gresham Palace 被譽為全世界其中一間最美麗的酒店 不過很可惜, 那天沒怎樣好好享用酒店 因為踏入那一刻, 香港有些事情很緊張 要先處理 酒店和景色都很美 但那個早上, 我真的忙得連自己的錢都不知道 幸好, 最終能做到這件事, 就可以出去逛逛了 這裏甚麼事呢? The Shining 本來的行程比較豐富, 我們會去浴場 但搞定半天, 我們就決定留在市內觀光 來到布達佩斯, 搭這輛纜車就一定不少了 很出名的這輛車, 相信大家都見過 它早在1870年已經開始運作 還有, 它是世界文化維產的企業 上山道, 我們就在這個城堂裡 留了一陣子, 繞了一個圈 又去看一些很漂亮的建築物 其實已經天黑了 夜晚下山後, 我們就去聖誕市集仔 它還有幾個 都是這樣, 吃個快飯, 喝杯東西 再趕快回酒店享受 第二天, 我們就搭飛機了 去一個我留了很多腳毛的地方 在這裏, 陀蘭的阿姆斯特丹 來到這裏, 什麼都不要理會 一查看完之後, 馬上出去 這間咖啡購物店 這間Green House 最快的地方, 在市中心 如果不是走遠一點, 我最喜歡的那間 Blue Bird 以前讀書的時候, 我就不理會 在街上, 帶著東西走路 但現在帶著一隻蜆蜆, 有些東西要走路 在酒店門口吃 還有興奮之後, 可以立即上房間做事 哈哈哈哈 不過怎樣都好, 要在這裏說一聲 這是我自己 我並不鼓吹任何人吃大麻的 還有, 這裡是荷蘭, 不是香港 香港, 當然是犯法 兩口上腦, 就有蜆蜆來了 多謝你, 南記 給我家的感覺 就是這樣, 這幾天都很慢活 不能再逃 我嫌自己太放鬆 懶得直接沒有拿出飛機 到外面拍攝 如果你說阿姆斯特丹有甚麼行 如果你不釣草, 不釣雞的話 都會有很多地方去 逛逛市中心的運河 Rights Museum 凡糕 Museum 有一個花市 喜力啤酒廠 喜歡看球的有I-X 如果走遠一點, 還有那些風車 就是這樣 這個城市可以經常翻車 如果年輕一點的網友 第一次去歐洲的 可以考慮一下 OK, 我們先煮東西吃 今天我們要做這個菜式 就是荷蘭的Bitterbollen炸肉丸 這個菜式在當地就很出名 差不多是國菜 你在街邊的小食販賣機 到酒吧 到餐廳 都會看到它的存在 送酒一流 看看怎樣做 首先我們要一個洋蔥切半 然後我們要做一個香料包 一湯匙的Rosemary 一湯匙的Thymes 百里香 大約十粒的黑胡椒 還有兩塊月桂葉 這樣就可以綁起來了 然後我們就要600克的Flang 即是這個櫻柳肉 其實任何不肥的部分都可以 下一個步驟就要做一個牛肉 我們要500毫升的水 還有500毫升的牛肉湯 到水滾了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放些洋蔥和香料包 然後可以放些牛肉 然後可以放些牛肉 這個時候我們就要轉小火 蓋上蓋子 然後煮它兩個半小時至三個小時 一定要慢一點 如果不然它就不會軟 過了三個小時後就看看它 現在的廚房又是很香的 可以先隔開 魚肉就可以先隔起來 洋蔥和香料包就不會了 但是湯就留下來 用小筆把湯匙隔掉 然後就可以把湯放在一旁 稍後用了 現在牛肉已經放涼了 那就可以撕開它 現在牛肉很軟, 一鍋就散了 你可以用叉或手撕開 先放在碟上, 用剪刀剪幾下 讓它變碎一點 這個時候開始煮了 中小火, 放五十克牛油 先放五十克麵粉 拌勻, 等它煮兩分鐘 兩分鐘後就可以放剛才的牛肉湯 先放兩三殼, 拌勻, 煮一會 湯和麵糊融合後, 會變成結結 這個時候就可以放兩三殼的牛肉湯 再重複步驟, 拌勻, 等它融合, 再煮一會 如果是很濃稠的話, 加多一點湯 拌勻, 到它變成差不多這個濃度 就像茶餐廳的白汁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就可以放牛肉絲 拌勻, 再加兩湯匙的番茜水 保持小火, 煮三分鐘 三分鐘後就要加一點味 這一刻是沒有味的 鹽和黑胡椒粉 到你滿意的程度就可以了 味道OK之後, 下一個步驟就要加些魚膠 這些就是魚膠, 我之前就浸了半個小時 這個份量五至六塊就可以了 我們要先把魚膠拿乾 然後放進鍋子裡 拌勻, 拌勻就可以了 差點忘記了, 要幾滴汁 好, 先把魚膠拿乾 好, 先把魚膠拿乾 放進冰箱裡過夜, 讓魚膠拿乾 第二天, 我們先看看 我們先把魚膠拿乾 就是這樣辣一塊魚膠 哈哈哈哈 我們就要一湯匙的份量 首先就要弄平它 這裡有些芝士粒 這個就是optional的 隨意, 不一定要加 但是加了老婆就喜歡了 其實就是加一粒芝士在中間 然後包一塊肉餅 再搓勻它, 變成一粒肉圓 就是這麼簡單 我們就重複這個步驟 一湯匙壓平它 加粒芝士 再搓成一個肉圓 這個份量就做到大概20粒 攪拌完之後 我們又來這個炸物三寶 麵粉, 雞蛋, 和麵包糠 我們就先上麵粉 然後再過蛋液 之後就再做麵包糠 這樣就一粒了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重複攪拌完這麼多粒 那麵包糠就成形了 最後一個步驟 就是下油炸 油溫大概180度 攝氏 當然不是一次過炸完 分開幾次炸, 一次五粒左右 炸多久呢 四分鐘就可以了 傳統上這些麵包糠 只是用來點解辣 但如果家裡有枝 當然用一下 就用來點解辣 一個加大版的Bitterbollen 正常的沒有那麼大粒 吃這個一定要啤啤 麵包會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多謝大家收看 就是下個星期還有一集的旅行片 就是去巴黎 OK啦 拜拜 拜拜